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對一個條形的磁鐵而言 磁力線之方向矽從磁鐵的怎樣 我們曉得一個磁鐵 磁力線從N級射出來 繞一圈以後經過S級 然後在內部的話 再由S級的話 穿到N級 我們現在來看A選項 至N級出發 經內部至S級是錯了 要經外部出去以後再回來 到達S級以後再到S級到N級才對 繞一圈選項 至N級出發經外部至S級 再經內部到N級這個對 繞一圈選項 經N級出發 經至N級出發 經外部至S級 這個沒有錯 不過這個磁力線它是封閉的曲線 它從N級到S級以後 還會繼續跑 走到N級 它是一個封閉曲線 所以這個不能算對 不能算對 對一半 這樣看來D選項 是N級出發經內部到S級 這個當然錯了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選B B的係數最完整 是N級出發的 是N級出發的 是N級出發的